到底是什么样的房子能让一个房产自民体博主定居在这里 有湖有海的小区到底潮不潮湿 这里生活方不方便 那就指的是老马了 住的一个小区 有很多最近很多粉丝在后台私信问我 说老马你说你做这么多年的房产自民体博主了 那你定居在这里边肯定有你的原因 那你这里边东边有海西边有湖 到底潮不潮湿 生活方不方便 你为什么选择这里 那今天老马用这期视频告诉大家 收拾的方向就是老马所住的自在栏湾的一期 这边一路之隔 这边就是樱花湖畔 生活方面就是荣城新城区大的配套 全在这个小区的周边 你像大的商场 室外体育场 室内体育场 游泳馆 就是咱们少年宫 什么中心医院 就中医院 政务中心等等全在这个小区的周边 这是西侧和北侧 东侧呢有咱们这个三宫湾大海 而且呢这个小区呢又有一条自建的商业街 啊就可以说这是这条商业街啊就是从我这个我住这个小区啊出来到这商业街下楼走的啊下来的话 几乎这条商业街可以满足老马日常生活所需你像这条街上啊 业主餐厅啊业主会所啊啊包括这个美成医疗啊超市啊快递店饭店啊韩国的东北的啊各个各种饭店这个小区也全部都有 现在呢我回到一条街再给大家说一说 现在咱们来到了这条商业街啊哈 咱们这个小区啊这个是东大门啊出气的话直线大约是500米左右就到沙滩和大海黑松林了啊 啊像这个小区大家有可能有疑问啊说这个潮不潮老马你住在这里 我跟你说哈咱这个海呢是东向海啊在咱们小区的东边啊 夏天呢就是全年寡包括全年哈寡东风的天数不超过20天在融成这个啊这个小这个城市 那这个城市不寡东风的话你咱海上不往陆地寡 风那那个潮气呢就是很很小很小居住呢也会更舒适一些 包括呢咱这条商业街啊咱们这些生活配套也很方便 几乎在这个小这个这条商业街上就可以满足咱们日常生活所趋 而且这个小区呢规模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小区 你像有这种叠坪别墅最小的还有128平的啊这两层带露台的你128平上叠的 你像这种的小高层精装修的啊6月20几号就交房了啊你像102平的两居125平的三居 你像他南区啊高区总共20层高层的20层那你说像这个有90多平的100多平的 全部都有都是带着精装修的啊确实在这个小区啊从周边的环境 东边有海西边有湖北边那有湿性大被套包括他这条商业街也是老马觉得是居住起来很方便 选择这里的一个原因那一会呢老马进这个小区里边去给大家找个户型也给大家拍一拍 啊现在啊咱们老马坐到电梯来到楼上了这是一梯两户这边呢这个小高层啊都是这两种户型一个102平的一个125平三室两厅两位的这是两室两厅一位啊102平大家给给大家拍一下 一进来呢这边是一个独立的餐厅啊这边是北向的厨房这也是一个全名户型 转过身来六米的一个横厅这个呢其实可以完全改成一个小三居啊前面是一个阳台六米宽的一个阳台 观景啊还是比较不错的楼下呢就是咱们的商业街 东侧呢啊就是沙滩大海黑棕林 西侧就是咱们的樱花湖刚才呢大家也看见了哈 啊往里走呢就是南北两个卧室啊 卫生间呢也是有窗的啊 因为这个房子呢也是咱们的体验房家里人口少的话啊 也过来体验的话看房的话也可以住在这里啊啊 洗漱用品等等的也都给大家都是准备好的啊 北向的次卧啊南向的主卧这个是个大两居 所以说啊啊卧室呢也都比较宽敞比较舒服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六米的横厅和南向的阳台啊 这也是一个体验房也是他这里边啊总共小高层就这两个户型 一个102的三102的两室两厅一位 还有125平的三室两厅两位 现在呢啊老马也从楼上下来了啊 第一我就说说一下第一老马选择这里呢 还是这因为这个小区的环境啊 有福有款啊空气好 第二呢就是选择的就是生活便利 这个点大家也一定记得很重要的一点啊 生活方便啊第三点呢就是不潮湿 就是因为在这个啊滨海小城里边啊啊 潮湿是很要命的 你想这种有的啊咱们不说哪个城市啊 就是有的城市它一定会有潮湿的啊 啊所以说呢就是老马在十几年的房产经验了啊啊 啊各个小区整个城市啊 威海融城啊都逐变了啊 对于这点还是比较有自信的选择的小区 行啊这期视频呢老马就拍摄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